副标题,杨子成了扫把星,合作过的男艺人相继崩塌在315这一天,邓伦因为偷逃税翻车,据了解,邓伦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偷逃个人所得税4765.82万元,其他少缴个人所得税1399.32万元。 有关部门对邓伦追缴税款,加收至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06亿元,邓伦的崩塌并非只是自己一人,其微博,工作室微博,超话,抖音等平台均被封,连其出演的作品相比沉沉浸如霜都没有了他主演的名字,一个邓伦倒下去,害苦了诸多一线女明星。 一受到危害最大的当属妮妮夜旅人,是邓伦,妮妮领衔主演的奇幻爱情剧,该剧讲述了1937年与2021年的时空,交错于上海的遗状699号老公寓,男主角盛青仗是儒雅随和的民国律师,女主角宗英是面冷心软的现代职业女性, 两人将因时空交错展开一段情感故事,该剧的剧情或许能够吸引一批奇幻剧女,如今男主邓伦的崩塌,导致该片播出的希望非常渺茫 而剧中的女主角妮妮也因为该剧的下架,无法在荧幕面前展现出自己闲除的演技和迷人的身姿了,不得不说这是一大遗憾。 因为该剧尚未播出,对剧方和参演的女主角和其他演员所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二小猴子杨子的诅咒又出现了小猴子杨子在娱乐圈里绝对是一股轻牛,颜值身材并非最佳的他,身边的资源却非常丰富,但近几年,与他合作的男主角相继发生问题, 先是与肖战的余生,请多指教,因为肖战也有三事件,导致该剧反复遭到延期播出,好在该剧已经播出了,但迟到了两年多的剧情,是否还能对得上观众的口味? 有网友就反映该剧难看,也有网友表示,我们可以选择永远相信肖战的演技。 第二个崩塌的男艺人就是顶流小生吴某凡,因为他的个人生活非常不简单,引发东美竹们的集体声讨,最后下场惨淡,深陷淋雨,但小猴子毕竟是无辜的,自己与吴某凡的青簪形将要上映,却因为男主角的崩塌致使自己再次跌落。 第三个就是邓伦了,好在是自己之前合作过的男演员,二人合作过的《香蜜沉沉浸如霜》已经播出多年,该剧已经给杨子和邓伦带来了许多名气和流量,但邓伦的倒塌一下就被人想起了剧中女主角小猴子,对杨子的名气肯定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肖战险些倒塌,吴某凡,邓伦的崩塌,让一些人对杨子有了看法,称只要与他合作过都很危险。 点点君认为,小猴子没有任何问题,若合作的男艺人身正影不歪,就是和谁合作也不用担心崩塌,若自己有问题,早晚会被发现,而变成过街老鼠。 3.杨蜜与邓伦在节目中互动频繁在综艺节目里,邓伦和杨蜜的互动非常频繁,二人不仅相互抱抱,邓伦还会单手环绕大秘密的腰身,虽然比杨蜜小六岁,但邓伦对姐姐照顾的无微不至,可以用模范弟弟来冠名邓伦。 因为邓伦杨蜜的互动,给该节目带来了极大的收视率,由此邓伦也成了节目收视率的保障。 该节目即将迎来最新一季的录制,邓伦此时崩塌,势必对大秘密带来影响。有传言,节目将暂定杨蜜成为嘉宾。 对于自己偷逃税行为,邓伦发表了致歉声明,深刻自写,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税务机关的决定,承担相关责任和后果,并一如既往的积极努力工作。 合作其个人简介上说的是,好好做人,认真演戏,而此时的崩塌无疑是给了邓伦这副虚伪面容一记响亮的耳光。 合作可留言,转载请注明来源,谢谢,作者,水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